大家好,歡迎收看孫子事發,我是孫運喜 通常都是這樣,先說說事件 事件情況如何? 今天上升,高開之後 曾經高見28,300點水平 不過其後升幅收窄 一度收窄到只有幾十點 最後全日升幅,升了88點 收28,204點,成交就少了 不過剩下643億 昨日也算是鎮 7百億,今日是643億 更加少了 今日市能夠升,騰訊是其中一隻推的市場 上升1.7 加上,豪島股也不錯 其中銀魚升2.3% 至於藥物股更加威勢 石藥,以至中國生物製藥 都有4%和3%以上的升幅 拖的市場上升28,200點水平 今天市場上升不算多 88點,高低波幅也不算很大 全日,低位是28,145 高位是28,312 數一數,不夠28點的波幅 成交又小 643億 顯示,今天整個市場方向不太明顯 市場人士都比較觀望 也對,觀望 因為今天外圍 特別是美國,將會出現重大消息 這很有可能影響美國 以至環球 更加港股受影響 可能在重大消息前,大家都不動 所謂的重大消息就是美國聯儲局的消息 關於今晚主席鮑威爾 一年兩晚會出席美國國會的聽證會 談談貨幣政策 大家現在很關注,究竟鮑威爾會說什麼呢 事源其實之前,因為鮑威爾在上次六月會議的時候 說了一些說話,美國現在的經濟下行風險有所增加 又說美國聯儲局會採取措施 這次確保經濟持續確張 聽完這番話之後 市場人士的解讀就是,已經為7月減息 開了綠燈,甚至接著會比較進取的減息 因為根據分析師,大家看完過去聯儲局主席說話的情況 很少在正式減息前,說到這麼白 即是說下行風險增加的說話 很少在不是打算減息,就說這些說話 即是說了這些說話,都是打算減緊的 即使當時大家覺得美國經濟數據,都未至於很差 但聽完這番說話,都預期聯儲局會進行所謂保險式減息 在經濟未轉壞之前,就減一減 一度就估計7月份,7月份的減息幅度達到50點子 不惹少,減50點子 所以大家,全球股市特別是美股,紅紅的聲音,在同新高 港股都拖動上去 只不過世界輪流轉,或過了一段時間後 看法又不同了 特別是上星期五次 上星期五,出來的數據顯示 其實美國的經濟未至於太差 特別是非農業職位增長超過22萬個 比市場預期的遠多 顯示美國勞工市場,不是太弱 一時間,就沒有一個即時減息的理由 事實上,美國的地方行長,都沒有投給權 其中一個Hacker,就直接說 其實這樣的情況,都不需要怎樣減息 應該這樣說,沒有即時減息的需要 即是單體的數據 市場就不斷炒下去 對於Hacker來說,他們覺得不需要減息 但市場仍然預期會減減 會減25點子 之前估計減50點子的呼聲很高 根據聯邦經急利率期貨的價格走勢顯示 估計減減50點子的可能性 在進入數據之前,就去到四成很多 就算之後就減到跌到一成 支持大家預期,7月會議應該不會減到50點子 即是半厘那樣多 只不過,仍然很多人預期會減減四分一 即是25點子 在這個情況下,今晚鮑威爾的說法非常重要 究竟鮑威爾會怎樣呢 會重新倒向市場的方向 還是與市場的方向保持一致 現在預期7月會減25點子 接著會再減少一點 不是一次過完的,會繼續減 究竟鮑威爾會怎樣說呢 這個市場比較關注 因為剛才說的第一個 兩方面都說得通 一方面,數據不是太差 特別是數據不是太差 其他數據都叫做好壞參半 並未一面倒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像地基行長這樣說,不是有即時需要 所以說不減,都好像說得過去 所以一方面就是這樣的情況 但市場不斷炒,說要減息 令到甚至乎聯儲局的副主席都出來說話 說我們聯儲局不可以被市場帶上遼購 意思是用廣東話說 不可以被市場牽著鼻子走 只是說不應該市場炒減息 我們就跟著減息 不是即時減 或者不是好像市場預期那樣減的呼聲 就在這裡 因為數據不是太差 原來沒有理由跟著你走 但與此同時 說減的理由都是有些 你不可以亂說 一方面就大家剛才說的,出了數據 過去的數據就未見有大問題 但預期那些就好像顯示的情況就沒有那麼樂觀 第一方面就根據亞特蘭大地基行長做的經濟模型 去預測 美國經濟第二季其實會大幅放緩 放緩到只剩1.3% 1.3%就比較弱 這個顧資源令大家擔心會否繼續弱 這個就要留意 第二個就是從債市的表現來看 反映債市市場人士 情況就覺得很一般 因為一方面 十年期國債知識就不斷跌 跌了下去 一度穿過兩厘就比較弱 另一方面就是出現所謂知識率 知識曲線倒掛的情況 短期的知識倒掛 短期的知識高過長期的知識 出現倒掛 而且持續四十多天 這個情況 市場人士一般都認為 知識曲線倒掛 預示債市中人覺得 美國經濟會出現衰退 才會從而在債券方面的部署 賣賣賣賣後 才會出現知識曲線倒掛 所以從未來或前瞻性的信路來看 好像美國經濟是一般的 所以你說要減都不是沒有理由的 所以今明兩晚就要看著 鮑威爾究竟說些什麼 特別在風險評估怎樣說呢 另一個大家關注就是 最近特朗普都吵著叫他減息 現在這樣的情況 他究竟怎樣回應 無論他傾向於7月動手 行動或不行動 都好他都要回應 究竟特朗普這陣子不斷吵要減息 又說有權炒去魷魚 或有權降以職 究竟是怎樣回應 大家都關注著 一方面就是這樣 當然在鮑威爾 今明兩晚在國會作政同時 今晚即是美國時間今晚 聯署國會公佈上個月的議式紀錄 到時大家看看 究竟出來的駕派有多合適 上次會議出來 上次只看聲明 沒有什麼詳細的紀錄 現在看看詳細紀錄 究竟那群人怎樣投票 意向怎樣 有多合適 減息的傾向有多迫切 從今次的議式會議紀錄 就可以看到端危 所以留意著 第二個值得還要留意的 剛才說的 聯署局那裏還是不明朗 不知道鮑威爾怎樣玩 另一方面 第二個值得還要留意的 就偏淡一點 這就是標題所說的 大戶集體轉態 過去這幾天 很多大戶開始對股市看法轉變 先是大摩 早兩三天宣佈 調低全球股市的評級 有中性調低到減遲 比重調低到的情況如何 是低到五年來是最低的 而且加劇更加恐怖 未來三個月 前景看來是特別遭高的 聽了好有緊是甚麼 倒抽一口涼氣 都有點害怕 為何會這樣調低 大摩原因有以下 第一就是 估計回報率也不高 為何不高 因為美股好 很多股市都好 過一段時間升得很厲害 其中美股大家都很明白 一直迫新高位 升下升下 其實這些很多股市 已經很接近他們的目標 有些跟他們的目標差1% 那麽知道你再上升就不太多 回報率也不高 那就是減遲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 全球的製造業持續惡化 其實看回全球的PMI的數據 製造業PMI都是表現一般的 美國方面 最近公佈 ISM已經是一般的 幾年來的低位 其他歐洲更加死人 更加差 亞洲全部都是很弱的 所以全球來講 PMI製造業不足 所以他就覺得 這個就麻煩 PMI不足 企業的盈利 的前景就不能夠太樂觀 製造業的 特別是製造業的 當然製造業 為何做得不太好 可能需求不太大 所以製造業做不到那麼多貨 需求不大 對整理經濟當然有影響 所以一連串 由製造業去主要製造業 但是一路延伸過去 顯示製造業不太碰當 同時反映到全球經濟的增長 都是有些隱憂 這個就要記住 另一個大摩覺得的原因 就是美國 對股市場對美國的預期太高了 因為聽到減息 就不停炒上去 對美國減息威力的預期太高了 根據大摩的評估 這樣的反映法 已經再沒有進一步推升 股市上升的空間 即使市場已經反映了減息的利好因素 至於另一個說法 所以就不能再升 所以根據這種情況調低了 調低是全球股市的評級 這是第一個大戶 香港人比較重注視的大戶 其中的轉貸 去轉貸之後 今天又有消息 就是一個基金大戶轉貸 就是貝羅德 貝羅德出來宣佈 對股票的看法有變 就是所謂進入防禦模式 呼籲投資者提高現金比重 原因就是貿易政策 以至不同國家貿易關係 很緊張 第一個 第二個 地緣政治風險又上升 他估計將影響到今年經濟短期的前景 因而轉淡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覺得要減少投資組合的風險 之時就減比重 最直接了當的方法 另一個方法就是轉 將資金不同的版法轉來轉去 他的建議就是減持科技股 增持一些防守性強的股份 包括公用股 那些基本需要的股份 增持這些股份 而且更加是甚麼呢 特別提到是調低了 新領市場股市的評級 由之前的增持 逐一調到中性 這個是當然對港股 以中資股都是不大有利的 特別他都加上講 都會調整對中國股票的增持態度 我知事換言之 都有可能會降低 這是第二個轉態 第三個又暢淡股市 就是高成 高成就說 估計 雖然大家看著今晚 聯儲局和鮑威爾說甚麼 但是高成就說 即使聯儲局7月減息 都無助於美股上升 他主要說美股 原因就是 美股的上升 已經 那段時間升得很厲害 做了新高 他說已經反映了大部份理好因素 即是 再找不到理由 可以進一步將大市推高 在一眾大戶體探之下 我自己猜的恆生指數 以至各地股市都會慢慢感受到壓力 特別是中資股 即是說恆生指數 國際指數 以至上升指數 都偏遠的可能性大 為何這樣說呢 特別是說恆子為何預計它偏遠呢 因為其實你看看國指和上升 其實已經技術上 已經轉弱了 上升指數先 本來之前是威慰勢 承著特朗普和習近平談完之後 是威慰勢 衝了一段上去 衝了三千點之上 但是可惜好境不償 慢慢慢慢回落 近來已經奪穿重要支持位 支持位是什麼 就是密集區的頂部 大概是2950左右 已經穿下去了 今天就收到下面了 所以換言之 上升指數之前 就承著中美 就叫做停火 帶來的刺激 推升上升浪 已經是完結了 重新又要整顧過了 國際指數也是 昨天我在另一個節目 三分鐘視頻也提及過 國際指數已經出現 死亡交叉 即是50千線跌穿250千線 走勢是發出警號 事實上加上 國際指數本身自己 已經一度跌穿前浪頂的支持 技術走勢都是一般 既然上證又不太多 國際指數又一般 恆生指數本身 很有可能 因順主指數的向下走勢 都進入整固狀態 事實上 看今日的市場 升了88點 但成交縮到這樣的情況 顯示上升動力真是一般 所以新指數 都很有可能 繼續調整 調整的向下支持位在哪裏 可以看著兩個先 第一個支持位 就是6月11日做出來的前浪頂支持 是27,857 大概是27,800 這是第一位要記住 第二位要記住 就是6月19日出現的上升列口 水平介乎27,589至27,985 你粗略計算是27,500 起跳至28,000 這就是6月19日做出的上升列口 這也是一個重要支持 簡單來說是27,800 其中一個是前浪頂 第二個是上升列口底部 就是27,584 就算是27,600 或者27,500 你自己去衡量一下 接下來支持位是兩個 總的來說 恆生指數 欣著 剛才大戶集體轉太 就會反覆整固 而考驗這兩個支持位 時間關係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